請問問 我知道黃寶局在後禮室有固定污染源的偵測系統 我想問的是固定污染源系統,CEMS所偵測的項目包括證容職場的部分 不透光 不透光绿 二氧化硫 氮氧化硫氧化硫氧化硫氧气排放的硫率 除了是这些东西之外 我们也看到一般的这个侦测系统 一般的侦测在里面 他就会有包含二氧化硫 地氧化硫 臭氧 悬浮为1 PM 10 PM 2.5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我们在做这些侦测的时候 包括我们这一次派出来的侦测 车里面完全看不到PM10PM2跟5 那刚刚有其他的乡亲有反映到 车子会变白色 那就是学乎为例的嘛 那为什么明明这么严重 我们侦测的数据里面 竟然没有这些项目当项目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想问的是 监督委员会的时程表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 我们从去年等到今年 那不要再告诉我们 好我们要成立 但是不知道 是不是我们还要再拍下一次 然后再来追 还是一样不知道 然后刚刚我们有一位乡亲有问到 后里地区文化如它的 侦测中心在哪里 侦测站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台湾是吹西南东北风 你设在外府是不是直接把污染源给过滤掉 最重的污染点就是顿角嘛 对不对 顿角最炒嘛 你设到外府是不是在帮这一些污染点找台阶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侦测站射到我们轮到他来 我们内府跟齐心是一级的重灾的学区 这些孩子多可怜 我们有很多家长 他不敢给他去念内府 明明知道内府是很优的学校 很优的小学 为什么 因为风心在旁边 他的落层多恐怖 衣服晾在外面白天晾到晚上是灰色 都铁穴 对 这么严重你们把这个侦测站放在一个几乎不太会有污染落层的地方 那我不知道当初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点目的在哪里 以上 我先报告一下 在设计上我同来给我一个 就是我们区里面现在的自动监车站跟车站这一波的监车项目 后面这边那里我小就是一个自动车站 他监车的项目有Sauce Nose 测试 P&M 还有总化或罗像同学相关的资料 我想大家好可以大家重复一下 所以你刚刚的问题我想要这些问完 这些监车的资料数据的话 大概在区网里面大家可以查一下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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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后面文化的监车站 要崇拜我遇到这边来讲的 说实在 第一个文化我当时要学建 你们知道 一定要经过班评 当时我设计很重要的事情 那今天能不能 好 遇到这边来 好 我没有办法 给你们一个答复 那至于 可以 要坚持空气品质的话 有固定式 也有移动式 那你看 是需求 我们来设计 如果 我们来佩服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